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歡迎收看今天聊什麼奇俗信仰543 我是樂樂 說到七明節大家就會爽到要去掃墓對不對 但是很多人就會問說 那基督徒究竟能不能去掃墓呢 好 今天就要幫大家一起來解答 讓我們一起歡迎馬康瑋牧師 大家好 樂樂好 牧師好 今天又要再度來請教 我很想問牧師你本人有沒有掃墓的經驗 當人呢 以前小時候就跟家人去掃墓 我當了牧師更要帶頭去掃墓 這麼特別 牧師這個答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今天就要來問一下牧師 首先我想問一下牧師 很多人都會說基督徒不能去掃墓 我不知道在你教會當中的弟兄姊妹有沒有這樣問過 基本上在教會界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但是我想說的人或者那個牧者 他並不是說不要這個真的清明敬主 追思懷念不是那個意思 而是講到祭主的問題 我們掃墓跟祭主是可以分開講的 我們是敬主而不祭主 敬主而不敬 尊敬的敬 還念追思 但不在一個其他宗教的祭 祭拜的祭主 那牧師我可不可以依照您的回答 推論一下 其實你應該是覺得基督徒必須去掃墓 當然啊 聖宗追約 聖經裡面都是家譜 對不對 當然聖經也告訴我們要守孝道 對不對 不孝順的 在世就不能長壽耶 要盲上帝賜福 要孝順父母 可是很多時候 像我們可能清明時節的時候 大家去掃墓 然後你就會看到 大家可能都會有一些祭拜的儀式 對 這其實我覺得讓很多可能 未信主的朋友 或是已經信主可剛信主的朋友 會有點不知道怎麼去拿捏 就是如果我家族當中有基督徒 那我應該邀約他嗎 那如果我是基督徒 我應該參與嗎 是 那我先從一個最根本的角度說起 我們講掃墓 什麼叫掃 打掃 整理 清潔的意思 因為我們華人以前的概念是 入土為安 所以強調土葬 當然今天我們有樹葬花葬 海葬 然後火葬 火化之後再安葬 都有的 那最重要的 我們的老鼠先傳給我們的 就是這個所謂的掃墓 要懷念 聖宗追遠 也是一個家族的團聚 是那個意思 但是我們今天因為別的宗教的影響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在那裡要燒香 燒紙錢 要祭拜 所以就把掃墓等同於祭拜 那我們基督徒或牧者 我們在這裡會強調 我們是小心喔不要祭拜喔 我們是可協助可幫忙 但我們是不祭拜 所以我們基督徒如果用這樣的一個態度 也容易跟一些至親好友 尤其是我們家裡面的長輩 他不會誤會我們 一說我不會去掃墓 那等於連去都不去啦 那不行的 所以其實出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牧師我這邊還要想問 像很多時候 就是我們確實可能出席了掃墓的場合 但是家中可能會有些長輩 他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們不拿香 你現在不拿香 是不是以後我死掉的時候 沒有人拜過耶 他們會覺得無效怎麼辦 那基本上那是佛教道教 因為有輪迴要往生 基督徒不用往生 因為往生是所謂的投胎輪迴的意思 那因為有宗教還有他們教義的不同 所以我們就產生了這樣子一個說法 那如果我們在平常 因為青銀掃墓或祖先的祭日就是那幾天 我們還有平常的時間 如果我們有些好的見證 有了好的信仰的榜樣 然後讓家人長輩看到我們的好行為 甚至也了解 原來你們基督教這麼強調孝道啊 孝順尤其是仙人還在的時候 這麼的體貼 這麼的關心長輩的身體健康 還有各方面 我相信他們是不會反對基督教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嚴重的反對呢 就是剛剛樂樂主持人你剛剛講的 因為在民俗的宗教裡面 如果後代子孫在仙人過世之後 不祭拜不燒香不燒紙錢 祖先變成孤魂 所以這是很可怕很嚴重的一件事 但他在心裡面又不好說出來 對不對 但是心裡會害怕 你不祭拜我 你剛好又是長子 你不拜我 我跟我們兩老 我們爸爸媽媽 將來變孤魂野鬼還得了 歷代的祖先也沒有人祭拜 難道都被孤魂野鬼了嗎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宗教的誤會裡面 覺得不燒香不拜拜 就變成不孝 所以很多的父母完全反對他的孩子去教會 去信什麼耶穌 我就是打死你也不准去教會 因為恐懼 所以我們在平常如果好的分享 好的見證 真的是一個行動的孝順 讓父母親有感 我們這麼愛他 我們這麼的體貼他 然後也慢慢的了解 原來人的一輩子 不是什麼投胎輪迴轉世 而是從神來的 有神的形象樣式 將來得救了有新天新地 上帝給我們預備永久的家鄉 黃金城必欲接 那裡是不死的 不用繼續投胎輪迴的 在那裡是與上帝同做王的 健健康康永遠不會生病 你覺得父母會選擇哪一個 所以我們在平常好好跟父母 把信仰融入在生活的對話裡面 我相信父母親會諒解 就算還沒有信耶穌 到了真的要親民掃墓 祖先的祭日的時候 祂會同意尊重我們 我們祷告 你就跟祂講 祷告就是我們基督徒的鄉 我跟上帝祷告 求上帝保守我們 透過在這一天 我們家族和和樂樂大團圓 保守我們健健康康 事業順利 兄弟姐妹彼此之間 哇這甜蜜的家庭 沒有長輩會反對的 除非我們都不講 到了那一天突然說 我是基督徒 我不燒香不拜拜不掃墓 那父母當然很氣嘛 所以我們要有智慧 要有聰明 如何在平常的時候 去建立那個關係 我覺得牧師這邊 有Cue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很多事情是平常就要做 你不要到那個關鍵時刻 才跟你爸媽或是跟長輩說 不行喔 我是基督徒不拿香 這個他們當然會生氣 不過牧師我這邊想請教一下 像譬如說 因為傳統習俗 他們可能掃墓的時候 他們是會有一些祭拜的儀式 那譬如說 我們假設我們整家都是基督徒 好了 我們去掃墓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一些基督徒 可以使用的方法 當然基督徒你看 歐美比較是基督化的 不敢說基督教的國家 但是比較受基督教影響的 產生的文化 還有這種所謂的禮儀習俗 那他們也有基督教墓園 乾乾淨淨的有沒有 像一個花園一樣 甚至可以野餐郊遊 你去那裡就算晚上你也不會害怕 那到了那裡呢 他們就追師 有沒有可以買鮮花 鮮花不是祭拜嘛 是懷念嘛 也許這個父母在的時候 他很喜歡牡丹 很喜歡蘭花 我們就這麼帶了一束 然後我們家族跟兄弟姐妹 一起去看看那個墓園 去懷念 那我們在儀式當中 我們可以唱詩歌 祷告 讀一段神的話語 也可以分享 假設是父母或爺爺奶奶 他們在的時候 我們跟他們那種生活上的互動 想到他以前很關心我們 過哪一次我不乖 他管教我 甚至父母的一些什麼糗事 好玩的事 在分享當中 我們懷念我們的長輩親人 我們彼此兄弟姐妹的關係也凝聚了 有時候大家一忙 那透過所謂的像我們華人傳統清明掃墓 好歹一年噴一次面嘛 對真的是一年聚 對所以不單單聖宗追夜 懷念追師 也是家族的凝聚 掃完墓之後 大家一起用個餐分享這一年 大家的近況 看看孩子又長高長大 對不對這是很棒的一件事 所以我堅決支持要掃墓 掃墓是好事 而且當然以前我們說打掃的意思 那今天我們的墓園基本上都蠻乾淨的 所以呢我們可以透過今天一些高QT 我們可以做一些影音文字 對不對 然後我們做一個經驗冊 也把主譜做好 有時候我們都忘了 我只知道我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 再上去誰是誰 這是真的 我也是這樣 叔叔 嬸嬸阿姨通通搞不清楚了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我們是我們的上一輩 前兩代是經過戰亂的 那如果我們還可以找了一些 蛛絲馬跡一些祖譜 我們把祖譜整理好 對不對 就告訴這些還沒有信主的家人 我們是很守孝道的 我們把祖先的祖譜修好了 甚至從我們的角度 都可以拉到上帝的 所以舊約都是祖譜 新約是福音一開始 也是耶穌的家徒 就拉到上帝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牧師剛才有提供很棒的建議 就是知道我們如果都是基督徒 我們可以好像把它當成 有一點像是一個家族聚會 跟一個小型的家族禮拜 然後跟著可能我們已經 在添加的這一些長輩們 他們可以一起參與在這個當中的感覺 然後好像不用讓它變得那麼的嚴肅 因為其實以前像我聽到掃墓這個詞 我就覺得很凝重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很沉重 然後又覺得掃墓的時候 好像會有一點點怕怕的 因為好像都是過世的人在那邊 可是一聽牧師想還可以唱詩歌 還可以一起來禱告 還可以來緬懷一下過世的事情 家族的裡面假設還有小朋友 他會樂器啊 甚至一個舞蹈都沒有問題 我們知道我們的安息的親人 他不是只是說他是埋在這裡 但是我們知道他的靈魂在哪裡 在祖那裡啊好得無比啊 基本上他是知道我們來這裡掃墓的 那我這裡也簡單的說 對過世的人我們看不到他 摸不到他聽不到他 他過世了但是他是被主接走的 他看得到我們的 他知道我們的但是摸不到我們 我們是看不到摸不到 但我們按著聖經的教導 我們知道他在主那裡 他也知道我們在的啊 所以因為他在天家嘛 哇那所以其實當我們出席的時候 他們在天上看了應該也是覺得會蠻欣慰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合家團聚兄弟姐妹 說父母親啊長輩啊阿公阿嬤 難道不開心嗎 開心嗎 那而且我們看到我們的和樂 看到我們彼此不是為了爭財產啊 兄弟啊然後為了什麼一些事情 炒番了啦彼此告狀啦 這都是做父母長輩他們不樂意見到的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親民掃墓 雖然我們知道有別的民間宗教 這個很深的根在那裡 但我們基督徒如何轉化 對不對 讓他成為讓人家羡慕的親民掃墓 你們唱詩歌啊唱那麼歡樂啊 你們還可以跳跳舞啊 還可以啊那個小朋友 會小提琴的會長笛的 對不對 鋼琴是搬不去啦 但是很和樂啊 因為我們有盼望 基督信仰帶來信望愛嘛 我們相信我們這位信主的長輩 在主那裡 我們也有盼望 將來我們多少百年之後 我們也會再添加再相遇的 而在地上永不止息的愛 使我們家族鄰居 多美 這是很好的見證 是所以其實我覺得像我們今天 在討論掃墓這一件事情啊 掃墓其實它跟孝順這件事情 一直都是很緊密的 而且它還是你在一個 一年當中呢 其實一年當中會有幾個特別的時刻 家族通常會想盡各種辦法聚在一起 其實親民時節 掃墓呢就是其中一個 不過呢很多人都是因為覺得說 啊今天我們要透過拜拜 或是我們要透過燒指前 才可以表達孝道 但是其實在基督教的這個文化當中 並不是這樣子喔 我們在聖經上就有告訴我們說 其實在世 你爸媽在世的時候你就要好好孝順他 是 那我們之前都有提過 燒香它是唐朝開始的 而且是柏來品 印度傳過來的 燒指前是菜人造子之後 南北朝才檢子為前檢子為人 所以都是很歷史上它不是很出奇的 那之前的過世的親人那怎麼辦 那所以呢 那我們青鷹掃墓賦予基督信仰的精神 哪怕很多我們的這個家族的人 他也許在國外回不來 但今天高QG嘛 用視訊的方式 還是可以一種一種團聚 這個是很好的 而且我覺得其實要在這邊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其實在大媽我們的父母我們的長輩 或是外公外婆叔叔伯伯 他們在世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要表達我們的孝敬之意 而不是在人離開了之後呢 我們才想盡各種辦法來表現說 我很孝順 而且我要補充 有時候我們的孝道 在長輩過世之後 我們要算方位 我們要算龍穴 我們要算他的風水 為了什麼 為了因必我這個後代發財 健康有權位 這都是很窒息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的孝道 演變成兵葬的這種祭拜 而這個祭拜又跟一些 這個算方位啊 風水啊 保地啊 這種概念 結合變成個人的功利舉義 透過祖先的安葬 來硬幣我後代的發財 福禄獸的得著 這個都是很要不得 當然祖先希望我們 是可以福禄獸 但不是用這種手段的方式 所以我們更看重 仙人在生前的時候 我們怎麼孝敬他們 那牧師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聖經哪邊呢 有告訴我們 其實聖經上有好多處 都告訴我們孝順的重要性 是啊 那我們講到聖經 它就是上帝的話 在以福所書六章二到三節 就特別提到 跟孝道有關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長壽 這是第一條代應許的誡命 所以基督信仰怎麼會是 不講孝道的信仰呢 它非常強調孝道 而且是第一條代應許的誡命 要我們孝順父母 就會得福在世長壽 是的 今天非常謝謝牧師 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掃墓的這個由來 而且也告訴我們為什麼要掃墓 還有應該也幫大家解惑 就是基督徒真的要去掃墓 可是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來面華我們這些祖先 而且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們的孝道呢 應該要在我們的長輩們 他們在世的時候 就要盡到 而不是當他們離世的時候 我們才想盡這種辦法 好那希望透過這一集呢 大家也可以更清楚知道掃墓的含義 那今天聊什麼我們下集見 掰掰 在今天這一集裡面 我們特別講到掃墓的習俗 對我們基督徒來說 我們要做得更好更美 而且要更積極主動 把真正的孝道文化帶出來的掃墓 成為我們華人 尤其在文化中裡面最核心 帶出一個有影響力的一個 和上帝心意的真正的習俗 願上帝賜福您 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分享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聊什麼我們下集見 掰掰